大家好,我是当当,今天咱们来学习这个薯片挂件 长度有6点多厘米,宽度有4厘米 我们先来学习主体部分 拿出线,我们用辫子起针法 小拇指上绕一下,食指挑起来 大拇指还有中指捏住 勾针放在线的下方,这样绕一圈 立一个辫子针 这个起的是固定作用,抽紧 现在咱们起立30个辫子针 点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 30个辫子针勾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铝顺 好,接下来咱们 在第一个辫子处 引拔一下 让它手尾连接在一起 把它给抽紧 接下来咱们开始来钩 我们立一个辫子针 从刚才引拔的这个辫子里面 钩的时候,这个线头可以放在钩针上面 我们开始钩短针 调起来每一个辫子 它左边的这一根线 一个辫子里勾一个短针 第一个短针 它形成的小辫子上面做个记号吧 省了一会儿忘了 这个是咱们这一圈结束 要引拔的位置 后面这个线头藏个三四针就可以断掉了 接下来继续 调起每个辫子 这个方向的话就是上边的这一根线 咱们都来勾一个短针 我们把这一圈三十个短针勾完 三十个短针勾完之后 我们在做记号的这个辫子里面引拔一下 引拔针形成的小辫子抽紧 最先这个线头 咱们藏了几针可以断掉了 接下来从第二到第十七圈 勾法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示范第二圈 立个辫子针 咱们按顺序 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短针 二到十七这几圈 每一圈勾下来 都是有三十个短针 就是这样 咱们看到一个辫子 我们勾一个短针 我们把这一圈 三十个短针勾完 三十个短针勾完之后 咱们在做记号的地方引拔 接下来第三到第十七圈 都按照第二圈的方法来勾 都是这样 先立个辫子针 按顺序 勾三十个短针 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 把三十个短针勾完之后 记号处引拔 我们勾到第十七圈 停下来 第十七圈勾好之后 我把这个线圈拉大一点 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每一圈都要引拔 所以它这儿呢 是有一条引拔的痕迹的 我们断线 咱们用另一面作为正面 从这边另外起线 我们开始勾 咱们勾花边的时候呢 是同时穿入 这两个辫子 就是我们对折之后 勾针穿进去两个辫子 这样来勾 好 现在 首先我们立 一个辫子针 还在刚才入针的这个位置 咱们勾 长针 绕线 插入的时候 同时是两个辫子 绕线出来 穿过两个线圈 再穿过两个线圈 好 这样是勾了一个长针 下一针 我们依然是 穿入前后这两个辫子 再来勾一个长针 第三针 还是插入前后两个辫子 我们勾一个引拔针 这样我们是勾好了一组这个花边 我们一共是要勾五组 再来示范一下 立个辫子针 咱们 咱们先勾一个长针 下一个地方 再勾一个长针 下一个位置 咱们引拔 好 那这样呢 我们是勾好了两组了 咱们把剩下的三组勾完 我们最后这一圈 勾完之后 它是有三十针 对折了之后呢 就是有十五针 咱们每一个这个小花样 是占了三针 所以刚好是有五组 这边五组勾好之后 把线圈拉大 穿进去缝合针 把这两个线头都塞到里边去 这个线头也藏到里边 现在往里面塞填充棉 塞好之后 按照这边花边一样的方法 我们来勾这边 但是这边呢 大家看 它并不是一个一个的小辫子 它是这样 前后对应的 这样一根线 对吧 咱们跟那边的勾法一样 我们同时穿入前后这两根 咱们来勾 针数也是一样的 立个辫子针 先勾一个长针 再来勾一个长针 下一针 引拔一下 这是一组了 再来一组 辫子针 连续勾两个长针 接下来引拔 咱们这边勾好呢 也是五组 勾到最后 可以再剩一个小口那的时候 觉得棉花塞的不够饱满 再塞一点点 我们把这五组勾完 勾好之后 断掉 这两个线头 我们都藏到里边 现在我们来勾这上面的圆片 这个小圆片呢 一共是有八个 或者大家可以多勾几个也可以 每一个勾法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环形起针法 小拇指上绕一下 食指挑起来 中指上绕一圈 勾针放进去 把线调出来 立一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 在这个洞里面 我们勾六个短针 第一个短针上面做个记号 六个短针勾完之后 抽紧线圈 把这个线圈也拉大 剪掉 穿进去缝合针 从做记号的这个辫子里面 咱们穿针进去 这边最后一个辫子 挑起来靠里面的这一根线 现在拿出白色的线 我们抽出其中的两股 在这上面稍微点缀一下 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 咱们勾四个 这样带这个点缀的 然后剩下这四个呢 我们直接勾好 不用点缀就可以 现在看黄色这个部分 环形起针法 勾针放进去 把线调出来 立一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 在这个洞里面 我们勾八个短针 八个短针完成 抽紧线圈 在做记号的地方引拔 下面勾第二圈 立个辫子针 咱们在每一个辫子里面 我们都加针一次 也就是每一个辫子里 咱们都勾两个短针 这样是加针了一组了 咱们再来示范一组 这一圈勾下来 一共是有16个短针 那我们勾好这八组 八组完成记号处引拔 第三圈 立个辫子针 在第一个辫子里 我们勾一个短针 第二个辫子里 咱们加针一次 勾两个短针 这样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是一组 重复八组 咱们勾好八组 我们不要引拔 八组完成 把这个线圈拉大一点 穿进去缝合针 从做记号的这个辫子里面 我们缝合一下 穿针进去 这边挑起来 远离我们的这一根线 后面这一根也可以挑起来 现在来做这个部分 拿出红色的线 咱们用辫子起针法 小拇指上绕一下 食指挑起来 大拇指还有中指捏住 勾针放在线的下方 咱们这样绕一圈 立个辫子针 这个起固定作用 抽紧 接下来我们立四个辫子针 从倒数第二个辫子开始 挑左边的这一根线 我们勾三个短针 我们勾三个短针 这三个短针会形成三个辫子 这三个辫子就是我们第二排要入针的地方 大家可以先数一下这上面的三个辫子 下面我们往反勾 就是每一排咱们都要先立一个辫子针 立的这个辫子针不算针数 下面咱们反过来 反过来之后 我们可以反到侧边 很清晰地看到三个辫子 这个是咱们第二圈要入针的地方 在第一个辫子里面 咱们加针一次 勾两个短针 接下来我们减针一次 再插入下一个辫子 这个辫子不太明显 绕线出来 绕线一次穿过三个线圈 好 这样是第二排 立个辫子针反过来 我们先减针一次 插入第一个辫子 绕线出来 再插入第二个辫子 绕线出来 一次穿过三个线圈 下面这个辫子 我们加针 就是同一个位置 勾两个短针 立个辫子针反过来 第四排呢 我们先减针一次 最后这个辫子里面 咱们加针一次 每一排勾下来 它都是有三个短针 就是对应的 都是有三个辫子 立个辫子针 第五排反过来 我们先加针一次 接下来减针 立个辫子针 反过来 第六排 咱们按顺序 在每一个辫子里面 勾一个短针 这一排没有进行加减针 立个辫子针 立个辫子针 反过来 第七排 咱们先减针一次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加针一次 这立个辫子针起的是固定作用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咱们要让这一面 作为正面 咱们把线头呢 穿进去缝合针 我们把它藏到另外一面去 现在我们绣上这三个字母 不用非常精致 就是 只要绣上去就可以了 所有这些配件都做好之后 现在用热绒胶粘一下 这个非常简单 我们把这个粘到黄色上面 黄色放在正中间的位置 接下来 这个绿色的 我们可以 这四个就这样分布在这边 剩下这个呢 我们自己随意去分布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给粘好 粘好之后 咱们这个薯片就做好了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